回圈的资料结构部分 大概常用的就是for回圈跟file回圈 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 目前当然 我刚好提过 回圈是解决重复执行的需求 重复执行 里面的话for回圈提供 就是第一个 大部分都一个清单范围 所以像Excel里面 它大部分都是一个固定的范围 所以在Excel VBA里面 最常用的还是for回圈 另外的话 它的预设值是自动加1 也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step step就是自动加1 自动帮你加1 1变2变3变4变5一直往下 但是呢 如果你将来是越来越少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去改那个step 是改成-1 或者是如果你要基数13579 那个step也可以做修改 不过如果你不修改的话 预设就是1 123是一直跳就对了 那另外的话 叫while简易 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不过有的人还是喜欢用while 有的人喜欢用for 不过这个人不一定 我大概只是提到它的特性 那while回圈的话 另外一个回圈 它就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什么 当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成立 成立就是true的时候 那true特别注意 true的话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 为真嘛 那有点像开关的开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在程式语言里面哦 这个true我要打四个字 另外我的习惯我都把它打成1啦 因为0跟1嘛 0就是关嘛 1就是开嘛 所以一般呢 你用1 也可以代替true OK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有人写什么 写while true 其实我的习惯写while1比较快 因为true你要打四个单字嘛 你while1的话 就打一个字就好了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可能不同写法了 当然知道一下原因 所以OK 那其他的话呢 重复哪些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请你在就是print到萤幕上 1到99 我怎么样让它print1到99 那以前假设啦 我今天再新增一个module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新增一个fold module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order 我再增加一个module 记得这些名称的话 也许我叫for 这个给它一个for for底线test OK 假设我今天 记得符号里面 除了底线之外 其他不要用 底线是OK的 其他不要finish 比如说我要测试 那个for回圈 那第一个就是我希望 请你帮我print什么 print1到99 print1 有没有 然后enter print2 当然没有人家 如果1到99 你岂不是啊 一直到print99 print2 现在print1 有没有 12到99 如果像这样的重复动作 有没有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for回圈来搞定 那for怎么写 很简单 答一个什么呢 现在怎么写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关键字来了 for i 是一个变数 后面的话空一格 in in 后面的话 我们通常 当然会有一个fin 一个清单 清单的话 你可以用小瓜糊 如果中瓜糊 我都可以 我要小瓜糊 当然你可以讲 1 0.2 0.3 0.4 一直到99 问你说 老师这个好像跟刚刚也没什么差别 有没有 还是一样很 很浪费时间 那我要产生1到99的清单 该怎么办 接下来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清单 你可能要多选一个 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叫range 这个range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帮你产生那个清单 比如说我要产生1到99的话 你可以起始值给它 第一个参数是起始值 逗点 第二个是结束值 比如说我要到99 特别是说 你不能输入99 你要输出多少 输入100 100意思就是说 到那边停下来 1意思就是说 它只会输出到99 所以这个就是输出什么 瓜糊1到99的清单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是规矩 为什么这样 这个是它定出来 这个不是我定的 所以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不要说能不能改 因为这不是我定的 那后面记得 因为这个有点像if后面 刚刚有同学问 后面请你加个帽 为什么要加帽 因为后面呢 会有要做什么事情 OK 在这个回圈里面做什么 Enter 帮我怎么样 print什么呢 print 加个什么 i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for i 意思就是 帮我把这个清单 它会先产生1 把这个1先放在i里面 帮我print出来 然后呢 再回到 要重复嘛 所以print完之后 它又回去了 变2 变3 变到99 有没有 print99之后 它就怎么样呢 结束了 因为它这里面的清单 就全部输出完了 那它就离开了回圈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你会发现喔 它这个时候呢 就帮我怎么样 把底下的这个东西 全部都输出了 他等一下 你这样想说 老师 可是这样子 我还要这样子卷动它 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清单 中间加个逗点 然后并且横向排列 横向排列 中间加逗点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喔 你应该会 不要换行 不要换行 还记得吧 所以刚刚的东西 复习一下 有没有 不要换行 执行的话 1到90 有没有 全部都接在一起了 但是问题我不要全部接在一起啊 所以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i后面 再加个逗点 或加space 也可以 所以呢 你就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那个 我用逗点好了 假设我从后面加个逗点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字串 然后上面是一个int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嘛 这边加一个string 前刮弧 加个后刮弧 然后呢 再把它输出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中间帮我加这个 豆点了 OK 就输出了 不过最后这边也多一个豆点 OK 当然你想说 是最后这个豆点可不可以把它拿掉 可以啊 怎么做 自己想想看好了 不然程式永远写不完 好 大概是这样哦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先输出 用for回圈输出1到99 然后呢 再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想想看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用for回圈帮我把1 再加到99的话 输出结果 告诉我这个1加到99 是多少 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就是把i的值累加 所以在VPA里面有累加概念 就是把它跟他自己加完的结果存起来 最后再把加总结果输出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点各位 所以负回圈的话通常会有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呢 通常会用range来帮忙完成 所以你会发现 for回圈通常会配合range ok 那你不用range的话 你自己加啦 只是说你要1-2-3-4-99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做 所以通常会配合range 帮我完成这个清单 然后呢再把这个清单的值 放到i里面去 当然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个i这个变数我可不可以取别的名称 可以 你for a也可以啦 只是说一般习惯 我们通常会用i ok 这个是一个习惯问题啦 那 试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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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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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